17号本周一广州市印发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 其中租购同权被称为里程碑式消息 它试图让广州租房者子女获得与购房者子女一样的就近入学权利 但工作方案同时规定租购同权的实现需要有本市户籍或持有人才绿卡等 这或许会把很多人拒之门外 更有舆论认为面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老问题 租购同权落地后的优质学校必将人满为患 学区房房租只会更贵 房屋和教育资源不结保 房屋就很难回归住房属性 不过也有评论认为租购同权越是引发争议 越有必要进行城市试点 为全国范围内的租赁市场与教育改革 寻找道路建立共识